消息说新增少过40宗新冠肺炎确诊 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说 政府参考了内地做法 正是考虑为密切接触者及密切接触者做检测 同时研究者调入境处和海关等人手协助采样 政务司司长张建中 上个月底率领官员和专家 到深圳同国家卫健委会面 有份出席的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说 与内地专家交流之后 认为内地的防疫十分严谨 即使社区出现一度两宗的确诊个案 都会视为战时状态 他说政府近期要求一栋大厦内 如果有两个单位的居民确诊 全栋大厦都要做强制检测 亦都是参考内地的模式 正是考虑为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 进行病毒检测 你不需要将它检疫 但起码你14日内还要做两次采样 现在不是单靠卫生署 可能要借调其他部门 例如入境处或开关 现在机场都已经没那么忙 他们会不会有人手可以借出来 上一些短的课程 教他们做采样 许树昌强调 现在政府的目标是清零 相信社交距离措施 会再维持一段时间 而联合医院出现大规模的院内传播 医管局透露正是探讨为公立医院的全体医护 进行定期检测 当中照顾长者的医护将会优先 最快未来一到两个星期之内落实 至于亚博馆旁边的临时医院 医管局说兴建进度理想 预计今个月较后的时间员工 估计下个月内可以启用 《无线电视机者》关可惟报道